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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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 我們今天要來開箱澳洲麥當勞 帶大家進去看一下裡面的環境 在澳洲的麥當勞 基本上都會有這種給兒童玩的遊樂設施 現在台灣根本很少有這種都把它拆掉了 然後他們麥當勞大部分都是使用這種自助點餐的方式來點餐 所以對於那些不會講英文的人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看一下牛肉 然後這季新出的牛肉是這個BBQ 其他的話大麥克雙層牛就跟台灣好像聽說吃起來是一樣的味道 所以我們就沒有開箱就給大家 我們就點個新的產品 第一個是傳統 那這邊也有麥香魚 還有Touble的這種魚 那我覺得這邊蠻酷的就是有這個 它竟然有這個捲餅 我之前有吃過一次 我覺得蠻普通的 就是捲餅比較配菜 所以我們就是這裡甜點餐 這邊這個很超好吃的 就是什麼素粉梅冰水風 冰冰型超便宜 只要0.7塊比台灣還便宜 然後這邊最酷的是可以選兩個口味 是有香草跟巧克力 他們飲料就超多了 所以他們引到了這裡 剛剛那邊是咖啡 哈囉 我們現在人在麥當勞 為什麼會想拍麥當勞的主題呢 大家會想知道澳洲麥當勞 跟台灣麥當勞有什麼差別嗎 蠻多人都會到世界各地旅行 就會想吃他們的麥當勞 就想吃別人到底有什麼 所以我們就選了自己 這樣來開箱給大家 餐點來了 我想先吃薯條 然後熱熱的吃 就薯條 就是麥當勞的薯條 一模一樣 泡餐可以選三個派 就是小中大 不像台灣的麥當勞 最小的很重對不對 而且這邊泡餐其實都蠻貴的 三四百台米 對 就是一份其妝 一份而已 一份喔 剛剛給他開箱 我想包一下雞皮 因為我們在超市真的看不到耶 不知道是哪邊 這個真的要趁熱吃 它有泰式酸辣醬 它起司條就是普通的起司條 泰克雞排的起司條比較強 我們要不要喝一下飲料 然後醋個口 這個是草莓 草莓奶昔 它有三個口味 有香草 巧克力跟草莓 其實我們來澳洲第一天 第一餐就是吃麥當勞 所以有喝過奶昔的 很甜 那奶昔為什麼 你會感覺很渴 因為你沒有在喝儀態的感覺 狗狗的 然後滿腿下去都是那種草莓甜味 如果你是螞蟻人 你會覺得這杯是好喝的 但我們覺得這個有點過敏 味道是真的不錯的 所以就是開天 澳洲人可能很喜歡 我記得台灣麥當勞是不是之前 你有出過奶昔 很久之前 超級久才了 不知道 你不知道 因為我對麥當勞很還好 之前在台灣的時候比較少吃 我之前在麥當勞打過 先吃這個 它裡面就是有生菜 然後醬 還有雞 這個味道其實就是 跟台灣的沒有什麼差別 因為它之前有吃過 所以它主張的味道 我覺得跟台灣的有一點差 因為台灣的那個靜辣雞的雞很脆 這個雞也比較軟 就是它的皮比較沒那麼脆 味道也有一點點差 我覺得台灣的比較好吃 而且我在台灣都吃那不加醬 這個很軟耶 大家應該看得出來 它整皮是軟的 一點也不脆 難怪他不喜歡 有點像是 麥香雞的雞 但是再厚一點 然後有點辣 對,有一點很辣 就這樣 我覺得皮 薯條是真的硬 來吃下一個 三個是牛 芭比褲頭味 我是有上次也點這個 這是期間限定嗎 嗯 真的很大耶 而且它的皮是我喜歡的那種 光滑的皮 很像麥香魚的那個 它的薄皮 它醬超多 本身不喜歡醬 很多的肉湯 它醬超多耶 它這個還有培根耶 喔,對對對 欸,我沒有 你沒有嗎 你快 它裡面有培根 其實 蕃茄,生菜 跟安葛心一樣 我一路頭 整個都是巴比褲醬的味道 太重了 那整個牛肉味都被蓋過去 我覺得是蠻好吃的 只是缺點就是醬太多 可能要跟他醬太少 台灣會酷的麥當勞特別棒 對 就很像 其實沒什麼差別 這個我覺得蠻好吃的 它牛味好重 好喜歡 最喜歡 炭飽可能吃得出肉的原汁原味 我不喜歡肉味太重 你整個都好相反耶 我們很可惜的吃 它其實現在有期間 限定出一個辣的雞塊 那個台灣也有 就是說 大家都說辣的麥原味的好吃 所以雞塊也不好吃原味 就聽有人說了 我覺得沒有這麼香 比較薄一點耶 跟台灣的比 這麼薄 我吃看那個糖素醬 味道沒那麼重 台灣的比較淡一點 然後甜一點的糖素 沒錯 我覺得 畢竟 我覺得沒有很juicy 還是因為它不是現炸的 這可能也有關係 我覺得 我會想嘗試大的雞塊 三個主餐你會點哪一個 可能還是會點金牙雞 還是會點金牙雞 我會第二個 第二個是雞塊 第三個還是兩個 我第二個是雞塊 所以我跟 我跟上飯 我們就比較涼心一點 喝看看這個 這個是 小紅粗麥當勞最貨的飲料 大家都說來麥當勞必點的飲料 我真的來麥當勞 其實真的不太喝 這種不甜 就是 滿好喝耶 那麼好喝 很好喝耶 這個 天啊 我覺得滿好喝的 很像那個 那個什麼 泰菲糖 很像泰菲糖的飲料 真的很好喝耶 而且我覺得 它比奶昔還不甜耶 就跟奶昔比奶昔反而有味道甜 真的滿好喝的 它很像泰菲糖奶茶這種感覺 對 我們點餐配飲料質地完全不一樣 這杯就是冰沙 然後這杯就是 微冰沙感 但是又沒有那種冰沙 反正這杯真的很好喝 冰奶是好喝多了 雖然滿甜的 好好喝喔 但是一喝會很驚豔 難怪小紅酥推成這樣 它有三個口味是鹹椒糖 咖啡 跟巧克力 我覺得咖啡應該也會不錯 但是最推的是這個 鹹椒糖 這杯大家推薦 我 真的好多喔 這個是芒果跟鋪盤子 現在在特價 買一百一塊錢 原價要四點快五塊喔 喔 很麻煩喔 這有點像那種 不是司樂餅的那種 就很好吃 就是粽食性 它倒不出來 它是兩層 上面是鋪盆梅 下面是 真的喔 是嗎 真的很像7-9的司樂餅 對 上面就是鋪盆梅味 淡淡的鋪盆梅味 也不會很甜耶 滿清爽的 你很渴 你很想喝那種冰沙的飲料 你就來麥當勞 我不知道藝人會特價到什麼 推薦大家去下載他們這邊的澳洲AEP 跟台灣一樣都會有特價圈 這邊就划算很 然後天氣很熱的時候 到Seven 買一杯是熱的 跟現在喝起來的感覺 一模一樣 而且這重點是新來產一塊 我覺得一塊的時候 都可以一定要來買到媽媽 超划算耶 最後來甜點時間 吃這邊粗的 阿華甜口味的感覺 冰淇淋 來吃看看 阿華甜口味整根耶 誰不喜歡 我也還好 真的很阿華甜味 我覺得它不會太甜 重點是它一直超便宜 我之前在麥當勞大廚做 我不知道阿 他們員工的規定 對那時候我們店 不到現在 那時候店員工規定就是 兩圈板 你不能擠到餅乾最底下 我就怕摳啦 摳摳 摳 對然後這邊呢 就是吃到最下面 都是滿滿的冰淇淋 沒有任何一個縫 吃到我連吃最後一個餅乾 它一樣整個是填滿 填滿 這個都沒有控制 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這麼的滿 這麼厲害 那我換這個 就是新出的香草冰旋風 加上副粉梅果醬 還有他們新出的這個牌 感覺超甜 感覺超好吃 沒有超甜 那我們可以吃一下 如何 它不會很甜耶 我應該說完 怎麼可能 完全不甜 怎麼它那個果醬也不會很甜 反正會覺得 什麼果醬給有點少 嗯 然後那個派是整個軟掉了 整個口感很不好 很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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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還好 那個什麼奶昔 跟這個也還比較甜 它那個派 沒有很好吃耶 而且有一點那種 冰箱味嗎 冰箱味 冰箱味 這款不錯耶 超甜超難吃耶 派也好冰箱味 派也好冰箱味耶 好像冰了三天五天 可是今天冰底下來 澳洲的麥當勞跟台灣的有什麼差別 澳洲的麥當勞也要麥水雞 台灣麥當勞很喜歡點麥水雞 因為很好吃 吃這一次真的貴很多 吃得很貴 我們今天這樣子吃喔 就要大概50塊喔 我們是說 吃一餐麥當勞1000塊太多 但我們是真的吃點比較多啦 但是也才多一點點欸 對 真的很貴 這邊 但是為了大家 我們會繼續花錢的 如果大家也想看其他的開箱 就要收分喔 耶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囉 如果我喜歡的話 記得按讚 分享 加訂閱 再寫小鈴鐺 拜拜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下次acă kommt 看一下 你想나 看看